我是歌手四 请了许家营的时候 当时听到《失落沙舟》 几乎回想的都是这句话 失去 不过是人生中最平凡的事 也正是因为失去 才有回忆成立的可能性 都说伤心的人 别听情歌 是因为情歌 总是把你不想演说的故事 暴露于世 后来我想起一些故事 大概 与这首歌有关 想念的 还是你望着我的眼部 小鹿最后一次和我挥手告别 已经是五年前的事情了 之后有过一次书信 和我写道 你走之后 总是会将身边一些人 认错成你 会不自觉地 与旁人说起你的名字 好几次 以为这是一种幻觉 后来发现这是一种 戒不掉的依赖 每每出现这样类似的感觉 都特别希望 那些被认错的人 真的是 哪怕惊恶 惶恐 举手无措 也宁愿这样 狼狈地迎接你的出现 当然 这些不可能的事 就真的是不可能了 有时候觉得 任性的年纪已经过了 竟然当初选择了离开 如今也没有再挽回的理由 祝安好 五年前 小罗认为 我不是他生命中 那个上天安排的真名天子 性格也好 兴趣也罢 都与他幻想的 另一半大象倾听 这样的分别在意料之外 就像是你从未想过 末日会随时来临 总听说争吵 不过是感情的调节器 却不了成为了分手的电机师 因为已无眷恋 我决定北上工作 他送我上飞机 临走的时候与我挥手 长达五年的时间 我们没有联系过彼此 小罗与我的点点滴滴 像是上世纪的故事 一滴眼泪 会保留五年 这是谁也想不到的事情 如果不是因为手机里 联络人太多 需要清楚那些 几乎没有联系的人 也不会翻到他的名字 鬼指神差地打了过去 像是听见了他五年前的声音 慵懒而温柔 遗憾的是 他大概已经删掉了我的电话 客气地说 你好 接下来便是问 请问你是 这样的句式让我顿时 无言以对 长达两三秒的沉默 让对方疑惑地 挂断了电话 我还记得当年分手的时候 强忍着没有哭 笑着和小罗挥手 叫他回去的时候注意安全 他看我的眼神 带着未视阴晕 随即他抹了抹眼睛 抿嘴眨眼 就像是每次与我吵架 想要我追上去的样子 但人潮涌动 我却进入了案件的关卡 再也没有回头 五年来 我们都没有还过电话 可是谁也没有再打给谁 五年后 明明已经释然了 当年的倾诉 却不料再明确 对方已经将自己 遗落的瞬间 落下来了 有些事情你还记得的 或许对方 已经忘了 有些时候 哭 不是因为牵挂 反而因为方向 只是越看见海阔天空 越遗憾 没有你分享我的感动 小柯和他刚到北京的时候 二十二岁 那是2003年 那一年小柯是个理想家 他外出上班赚钱 夜里回来给他做饭 两个人窝在五环外的 食品小房子里 厕所公用 他们在一起 身边的人都说他疯了 小柯是个不靠谱青年 谁敢把青春 压在他身上 小柯想要做导演拍片子 但是谁知道 他什么时候才能折腾出一部作品来 他却自信爆疯地说 没关系 我等 小柯在家里写剧本 一稿 二稿 三稿 写了一大堆东西 自然没人赏识 后来小柯把剧本全烧了 抱着他哭 说分手吧 一个大男人 怎么能让一个女人养着 不如让他找个更好的人 他说 那有什么不能养的 女人养男人 还犯法了不成 小柯偷偷出去打零工 他把他抓回来 问他到底想干嘛 小柯说写不出好东西 就是在浪费时间 还不如出去赚几个钱 两个人在北京生活不容易 他把存折放在他手里 让他看看里面的余额 那是他出来的时候 问家里要的钱 五位数 够两个人 活一阵子 要是钱花完了 混不下去了 两个人就卷被子回家 结果是 存折里的钱从来没少过 反而多了许多 小柯的剧本第一次卖钱 是2007年 钱不多 但却让小柯 找到了信心 小柯带他出去下馆子 找全北京最好的餐厅 站在门口 他突然说不想吃了 最后两个人在路边小摊 找了个位置坐下来 他说 有他在就够了 在哪里吃都一样 他喜欢他鼓励他 也喜欢那个有梦想的他 虽然在别人眼中 他是一个一事无成的家伙 但在他眼中 他是最厉害的千里姑 小柯的剧本拍了 火了 他的名气也起来了 接连好几部戏 都卖出了好价钱 他与他结婚 趁机在北京买了房和车 胡桃 倒落的是他的名字 这个时候他受邀去国外 与有名的大导演合作 他二话不说 帮他办好护照 买好机票 让他抓住机会 小柯睡觉前 看着床头的护照 突然捏着他的手说 不想去了 他没有说话 沉沉睡了过去 早上醒来的时候 小柯已经走了 小柯给他留了张纸条 说等我回来 咱一定去一次 北京最好的餐厅 半年后小柯回来 他做好一桌菜 在家等他 他一脸疲惫地推开门 看着那一桌菜 差点流下泪来 他问他是不是傻了 他摇头说 真担心推开门 家里什么都没了 他说 即使有天 家里真的什么都没了 他也在 小柯二十八岁 事业如日中天 在业界算是 非常年轻的编剧 又立马成了 草根人物的代表 那么一段时间 各大报刊媒体 都报道着小柯的故事 很快就有人来打造小柯的形象 他一夜 成为业界黑马 他在人头攒动的人海里 看着他 险些被身边的人击倒在地 夜里 小柯第一次没有主动打电话 告诉他不回家 他坐在床头 看着电视里转播新闻 露出苦苦的微笑 接着小柯不回家的次数 逐渐增多 他也打不通他的电话 回家之后 小柯总是窝在房间里写东西 或者因为疲倦 而沉睡 结婚纪念日的那天 他让小柯早点回家 但是小柯 到底回迟了 他说既然是纪念日 便开车 带他出去吃饭 他们在北京城里兜了几圈 饭店纷纷都打烊了 最后 他们在一个路边小摊停下来 小柯点了些菜 他吃着吃着就哭了 小柯喝了酒 有些醉 看不清他泪眼朦胧 他把签好的离婚协议书 塞进他的口袋里 然后打了出租车回家 他还是会看他写的戏 看他在电视里的节目中 来来去去 但是他很少和别人说他认识他 离开小柯以后 他回到老家 和当地一名老师结婚 总是听着身边的人 讨论他戏里的故事 一次颁奖典礼上 他带着他的演员 走上台 说了一番话 他泪眼朦胧 举着奖杯 对着镜头 哽咽地让人有些难过 他说他把最重要的人弄丢了 换回了一个没有情感 也没有温度的奖杯 他原本以为 这是和他一起分享的荣耀 可生活告诉他 重要的人可以共苦 往往难以同感 他坐在电视这头 看着那个陌生 又熟悉的他 突然想起好多年 他坐在狭小的合作房里 俯安写作的情景 他做了一桌饭菜叫他 他吃完就说 等我发达了 就带你去 选北京最好的饭店 离开北京的那天 他拖着行李箱 真的找到一家 北京最好的饭店 他坐在靠窗的地理位置 好好看了一眼北京城 一个人点了两个人的餐 他想 这样好歹 现在算是吃过了 也不后悔了 我不是一听 要你回来 三年前 他接到他的电话 他说我到了 很快我就回来了 电话的坠头 他几乎一直沉默 最后他说了一句话 你妈 昨天来找我 叫我把一些东西寄给你 你把地址给我就好 眼泪早已模糊了眼睛 他忍着没哭 直到挂断电话 他把所有的东西 都打包寄出去 他第一次寄海外的快递 许多地方不会填 通关还要填写 所寄物品的成分 像那些辣椒酱 香肠 和免续 他都写不来英文 最后差点 挤得哭出来 跨递师傅 问他要寄个谁 他说寄给男朋友 在美国念书 师傅说 这男朋友好 等回国来 他就能享福了 每天晚上 他会花一点时间 和他打电话 越洋电话比想象中贵 所以两人 长话短说 但越是金钱 反而越觉得 对话内容 弥足珍贵 他说他也在努力学英文 争取 可以过去看看他 他开学说好 在地球的另一端 等着 那段时间 他真的 努力学习英文来 上学的时候 英语从来没有 几个过的人 为了爱情 也可以拼起命来 他真的爱他 即使身在 一万公里外的他乡 也会叮嘱他 盖好杯子 穿好衣服 感冒要吃药 少哭多笑 还时常给他 发自己的自拍照 他是真正对他好的人 上学的时候 把他冰冷的手 放在口袋里无热 算着他的生理期 给他煮 红糖浆水 他成绩不好 怕他嫌弃 他说 只要我成绩好就行了 他担心自己以后 找不到好的工作 他说没事 我会努力赚钱 好好养你 他为了他 放弃了北大的自招机会 和他一起留在了上海 他因为表现优异 有获得出国 就要换了机会 他骂他傻 他说 一辈子找到一个 你爱 要爱你的人不容易 他说 我不要做你的铜油瓶 你去 我等你 他给他买好了一张机票 结果是 紧张的他 面前失败了 他安慰他说 没关系 很快 他就会回来一趟了 他买了大包小包的东西 去看他 他从来没有用过 那么贵的护肤品 但是他不知道 他对有些东西过敏 擦过一次 他就满脸红着 不敢和他说 就瞎瞎躲起来不见他 原本回来的时间短 他们还没有好好说上一句话 他就回去了 后来他的学业 开始忙起来 但是依旧坚持 每天的习惯 只是他的语气中 带着疲惫 让他难过 他让他多休息 不要那么拼 他说 只要熬过这一年 就好了 他说 想他 他停在心里 他没有告诉他 他的英语考试通过了 也没有告诉他 他面前过了 悄悄用机序 买了一张机票 飞去看他 他想在他生日那天 给他一个惊喜 然而他拖着 大包小包的行李 好不容易问到了 他的学校位置 来到他的宿舍楼下 才得知 他乘最早的早班飞机 回国了 说是要和他女朋友 一起轻生 他打电话给他 想告诉这个傻瓜 自己已经到了 他的宿舍楼下 但是电话却怎么也打不通 他等了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甚至一整天 当手机都快没电了 他也没打通他的电话 他给他妈妈 打了一个电话过去 他妈妈说 不知道他要回来 大概几分钟后 他在学校食堂的电视上 看见飞机坠毁的新闻 那一刻 他心中不好的念头 一涌而上 立马打电话 去航空公司 询问他的消息 但是口语不好的他 焦急地哭出来 一个字也说不清楚 那天 他坐在宿舍外的国道上 哇哇他哭 没有人知道他在哭什么 这个时候 他电话响起来 空荡荡的楼道间 电话那头 他的声音格外清晰 他什么也没想 菩提而下 咽下所有的担心 只对他说一声 生日快乐 他对他说 我在你家门口 他对他说 我在你宿舍楼下 他的一声傻 让他再也忍不住哭出来 春节 他带他去看海 开车从朝霞到黄昏 他在车上睡着 醒来的时候发现 已经到海边 他侧头看着他 他说他可爱 一遍又一遍 他骂他神经病 又被他逗笑 多年后他们才明白 不是那天的海有多美 而是那天 他们都在彼此身边 第二年的春天 他突然意识到 自己的四肢 逐渐失去知觉 时常出现 浑身无力的情况 一开始 他没有放在心上 可渐渐地连说话 也变得吞吐困难 医生检查之后 得知他换了 脊尾缩 厕所樱花 俗称 剑洞症 他坐在病床上 望着窗外 脸上渐渐失去了神色 他开始接不到 他的电话 有时候是错过了 有时候是没有力气去接 转眼一年到期 他就告诉他 自己可能还要再待两年 他和他大吵一架 他担心说话太多 被发现马脚 所以尽量简短语句 电话那头的他 生气地挂了电话 他终于开始呼吸困难 日常生活 也千年不能自立 医生建议他通知家里人 来将他转移回国 但他却摇摇头 他还是会 给他几块地 学校的地址已经烂熟一心 但是他已经很少和他说话 他不再和他视频 不再给他发照片 没有了睡觉前的晚安 也不会 再有日常琐碎的提醒 一年后的某一天 他终于忍不住 和他提出了分手 他几乎是歇斯底里地说 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 三年又三年 你就一辈子在美国待着吧 他含着眼泪 哽咽出一个 断缩的好 那是折磨人的一段岁月 他躺在床上 必须依靠别人 为自己翻身 有那么一刻 他想拔掉所有的管子 就这样死掉 不止一次 他从床上滚下来 忽视早上发现 他吃力地朝医院门口挪 他哽着说不出话 想自己为啥 连回家 都要靠别人 不久后 他收到从美国寄回的推荐 理由是 查无此人 他仔细检查了一遍地址 打电话过去询问 得知 他已经好些日子 没有来学校了 他立马买了机票过去 才看到 已经躺在病床上的他 根本说不出一句话 他咬着嘴唇 无语凝夜 站在病房门口 举手无措 他最后一次见他 他抓住他的手 隐隐约约 想说电话 说不出 嘴一直嘟咿着 他大概已经认不出他来了 他却一遍一遍 叫着他的名字 后来他时常做一个梦 他梦见他和他 站在海边那个下午 他对他说 你走多远都行 但是记得要回来 如果有天回不来 记得提前告诉我 他摸他的头说好 露出一脸寒笑 除了你之外的空白 还有谁 能来教我爱 荔枝FM曾采访过一次 许家莹 她说失落沙舟 是她失恋之后的作品 一次一句 都对自己心事的 一次次深吻 事实无常 我们根本不知道 心爱的人 什么时候就悄然离开 有时候想自己一生 到底能有多少次相遇 有多少次离别 那些在我生命中 扮演过角色的人 最后又继续 活在了别人的故事里 我唯一交往过的女友 在去年结婚了 曾经有过一篇故事 专门写到她 时间一长 那篇故事却成了很多 学低学美口中的佳话 她们甚至按图所记 去找过我文中提大的奶茶店 打听过关于她的故事 曾有一年我过得并不容易 家变 对于我而言 压力很大 那时候她陪在我身边 时常和我讲一些有趣的事情 也对我足够关心 当然 最后我们并没有在一起 也属正常 有一天我写了一篇 关于她的故事 她竟然看到了 读完之后给我留言 说 我并没有觉得你不好 也并没有觉得自己付出的多 只是无论如何努力 心都无法靠近 那一夜我有些难过 并不是因为想念 而是因为错过 她和她老公结婚的照片 发在朋友圈里 看新房的照片也有 然后是各种旅行 晒甜蜜的心情 而我 原本应该麻木 却不知为何有些吃醋 但是最后我却觉得 看着她幸福 总比跟着我不幸福 要好很多吧 人生错过了之前的任何一步 都不可能变成 现在的自己 而那些教会我们爱的人 才是完整我们人生 最重要的部分 大概就像歌曲中唱的那样 回头才发现你不在 留下我 迂回的徘徊 又来到这个港口 没有原因的拥留 没有原因的拘留 我的心撑着 斑驳的轻舟 寻找失落的沙丘 我用力张开双手 拥抱那么多 起起落落 想念的海 是你望着我的眼泼 我 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 只是当有一个人看海 回头 回头才发现你不在 留下我 留下我迂回的徘徊 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 只是当有把回忆翻开 除了你一句外的空白 还有谁能来教我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只是当有把回忆翻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不是一定要你回來 只是當有一個人看海 疲憊的身影不是我 不是你想看見的我 我總是一定要你回來 只是當獨自走入人海 除了你之外的依賴 還有誰能叫我勇敢 除了你之外的空白 還有誰能來叫我愛 我愛 我愛 slammed 摩托 沙索 滅